早餐 大家好, 我是看仔 今日就去街市,就買了青紅蘿蔔回來 每样买了一个和一条粟米 这一袋买了20元就可以买到 很划算的 这些红萝卜是一些 应该是台湾来的 台湾的红萝卜 买了一匹西斯骨 几十元就有一匹 今天煲了一个青红萝卜汤 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果皮 有一块陈年果皮 一些南北杏 和几块姜片 今天就煲个青红萝卜汤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里有些设计 4个小时 中央的螃蟹 5个小时 1个小时 separated 2个小时 一切 2个小时 中文字幕提供 那這些果皮呢,我多數熬湯就刮走,浸裂軟身它之後刮走那些狼它,這些不易要的 好,這些青紅蘿蔔和粟米都切好了,一些果皮,這個難不幸洗乾淨了 這個青紅蘿蔔呢,如果太多,你可以分幾次煲都可以的,因為太多就太過重味就不好喝的 那這些呢,我就打算分兩三次煲的了 那這個西絲骨呢,就輕輕擦七水,那我就現在洗乾淨,等下放進去煲 好,這個煲了一鍋滾水,滾起後就放進這些湯骨去 放進去,姜片,沉皮 放些粟米和萝卜 好,完成了 这里加一点水 盖上盖子 煮2个小时 小火 这里大约煮了差不多2个小时 加来好 2个小时 薄 好,這個青紅蘿蔔湯煲好了 喜歡這影片的朋友 給個like我,支持我,訂閱我的頻道